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与前面两对不同的是 杨子与秦俊杰之间 似乎有第三者插足 毕竟前几天杨子到剧组探班还上了热搜 当时还很亲密 得着坐在秦俊杰腿上 被网友说秀恩爱 这才几天啊 就身不分手了 说是和平分手 谁信啊 果然不久之后网上便传出秦俊杰和同剧组演员张雪莹 爱梅的视频 视频中 秦俊杰与张雪莹同喝一碗胡辣糖 举止爱梅 视频中秦俊杰喊 张雪莹快乐吃张雪莹 说 自己刚吃完早饭秦俊杰听了还是亲手喂他 吃了一口饼 哈哈大笑 在胡辣糖管购的情况下 张雪莹说别另成一碗了 你拿个勺子早俩一块吃 然后他俩就把头凑一块了 滑稽到最后还分不清勺子GIF记者问他俩吻戏时 张雪莹手托着秦俊杰的脸 手指摸着他的嘴说了半天 还有个张雪莹让秦俊杰给他擦脚的花絮图 这就很过分了 坏若是小编就真的不能忍了 况且之前张雪莹还当着养子的面说 他小时候头大 逼他 还黑 不管怎么说 小编始终认为女生应该有点分寸才行 毕竟人家有女朋友 再怎么说也应该保持点距离